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面粉应该是鸡肉鸡肉 他应该是哪个鸡肉品种小麦混合 他应该是要用怎样的液菌的水来调配 他应该要多大 他的卤温应该要怎样 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葱油饼 一样都是面饼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葱油饼 他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处于台湾的 那我意思是说 你会发觉慢慢渐渐的 很多全世界的食物都有一个定点 比如说泡菜我们台湾也做很多韩式泡菜 对不对 可是去韩国吃你就知道 那就是跟韩式泡菜不太一样 我们也甜了一点 我们也酸了 那是菌种的问题 那 我那时候去一直思考到底什么是台湾菜 那后来我发觉我们缺乏了这个定义 那缺乏定义怎么办呢 我就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 我辞掉所有工作 我去欧洲申请了一个学校 叫华教曼石大学 叫Slowwood Association 就是这个曼石九车校所办理的 他的目标就是教所有的外国人 什么是意大利菜 那我在学意大利液菜的时候 他就从食材开始 教我们品诌 那时候有一堂课就是橄榄油的品诌 那他后来一个问题 我们就会去思考 今天酱油如果假设你在丹麦 你要开一家台湾饭馆 那你要做一个台湾的肉燥饭 肉燥饭 那你要用哪一个国家的酱油 你觉得用日本酱油做出来的 是不是台湾的肉燥饭呢 你觉得不是 可是贵甲外 他在欧洲有厂 在台湾也有厂 那他宣称他两边的味道是一样 那为什么不能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你在美国 你觉得你一定要用用用心的 可是问题是美国没有办法买到用心啊 那这样子你还要说 连菜单上是台湾都上办法 这是一个半严肃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在面倒饮食文化中讨论的 其实是一个更严肃的就是 其实食物、饮食、文化之间的传播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战争 那当时其实我必须说 这没有政治立场 可是我还是必须说 我在2004年、2006年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假象就是费安 因为麻烦想一下 在10年之前 你能不能想象你有一个这个 一开始你看到的是 哇 他有iPhone智慧型手机耶 对不对 现在你假如没有iPhone智慧型手机 这才几年 科技的进步很可怕 物流的传输也一样 所以10年前物流跟现在是不一样 那你不能想10年后 我们在思考的是 当大陆不断的缺席 我们在比食材这件事情 你比数量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你比资机判重 制造这一块 我们应该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如果10年之后大陆的酱油 假设 大陆的酱油 要大量请销来台湾 好 因为一个合理的自由市场经济 应该是我们可以卖去 他也可以卖来 问题你在看这一块的过程 你会内心越来越害怕 为什么呢 这个是我在西罗湾走开的 哦 那这个是以前那样 豆瓣酱油的木头 大概两年高 台湾现在已经没有 那不是两公尺高 不是两公尺高 然后他的到日本去 他其实是埋下去的 好这样 那你又发觉一件事情 好玩的哦 我们台湾是不是讲 风吹日晒 日暮易游 有没有 我们是陶刚在外面接受 烈日的吹步 他是在室内 日本的量降游 他不讲求日暮 好 那在室内整个房间里 哇 怎么这么肮脏有没有 不对 他都是宝啊 这一切是我真的 他前排的 三百年来 他们有清过里面 其实全部都是他最好的剧 都在这里 那日本那边做理论上 要做两年 无温带气 气温低 我们台湾这边大概 一百二百八 或者是看你高兴 那 他这样子 大概 两年之后 然后木桶 他拉起来 然后开始煮 一天煮 一锅酱油 这样慢慢的做 这个日本的传统酱油 也就是豆瓣最传统的做法 那台湾我们黑豆 最传统做法 应该就是这样 日路 所以豆瓣跟 这个 应该是说 以前的豆瓣做法是不同 水缸 那以前的黑豆做法是水缸 经过这么多年 豆瓣现在已经没有用木桶 很少 但我们的黑豆还是用水缸 我们一直维持的产工 它有在电话 那这个导致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 有趣的就是 你们不管你的这次立场 你不能否认中国崛起了 你不能否认 当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 欧美的人 对中文这个语言有兴趣 相对而言 他研究对中餐有兴趣 像我在希腊旅行 既得这世纪想要跟我练中文 这很好玩 就好像 我在台湾以前 在读英文的时候 看到阿豆瓣 我管他哪一波人 我就跟他讲好阿姨 就是有这种感觉 那 我就去想说 好 当中餐崛起的时候 我们台湾化成我们台湾菜 是集中华饮食文化的大臣 有没有 虽然我们现在的四川菜 跟那边的四川菜不一样 我们叫台式四川菜 台式湖南菜 台式江浙菜 可是你不能否认 我们走出自己的路 在走出自己的路的时候 我们要不去推自己 是文化的 像泰国他透过染相 法国透过染带 他用一个不习般的方式来做 就是呢 我那时候就带了一群 意大利人 我带他们自己做 然后自己炒这个板条 然后用酱油 用不同的酱油去理解 到底什么是台湾的板条的味道 那当时呢 大家很愉快 嘚嘚嘚嘚嘚 在讲这件事情 讲完以后 意大利人说 我要怎么把这个味道 带回意大利 我说这问题就搞完了 就买酱油嘛 板条买干的嘛 那种 不然的话就教你怎么做 那他看了我们的包装以后 他说 你们的包装好像都没有一种美感去思考 我说对 因为酱油对我们而言 他是日常用的 带的这群意大利人 都是我们读曼石学校的 那其中一个叫Yumi 他是日本曼石的会员 他就安排我去看日本 他说 你们如果整个文化要承受 他其实是多元的配合 他说 不要所有东西都想说 这是酱油厂自己要做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 你们是一群 生活在同样一天独立的人 所以像日本他会这样做 正常而言 他一个月可以放两天 好就这样休息 那有导览 好那你要登记 不管你是公家团体还是密件 他都要登记 那正常而言 你如果明日要去 他就会做一个妈妈 就建议一个管给你看 那这个管他可以用很多 很极细微的方式 来让日本能了解 什么是日本的酱油 并让他了解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酱油是什么 所以他就说 整个彩天观光客的教育 他是一个一条龙的 他不是单单的这样子来思考 所以当他们在跟我讲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开始到处去看 台湾的观光工厂 好像这个是金蓝的 他要告诉你说 发酵三个月 就发酵六个月的差异 你只要打开上面 你就可以闻到他的味道 然后呢 我们在谈台湾的酱油的时候 从光光工厂那边 我就要思考 我们要怎么把脉络 抓回到台湾本达 前面最近其实Google就有了 基本上只要注意散行 1887年 日本开始以学术方式研究 为日后的工业化拿下基础 1887年 那当时我跟意大利人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说1861年 罗曼蒂登 1861年 意大利这个国家才建立 意大利其实才也没多久 他说哇 然后其实呢 台湾的酱油在什么时候来到台湾的 1611年 正成功来到台湾的时候 开始可以从文献里面 找到黑豆酱油的基础 可是1895年的时候 日本就从支台湾了 1887年开始工业化 学术开始研究 1895年 日志时代百零 那个时候 豆卖酱油 这东西我们就开始了解 以前怎么卖酱油呢 最早以前是骑脚踏车的 其实新的村到现在 还会骑脚踏车卖子 也不过是送过啦 然后给老朋友 那京南过来 他们就是去做了这样 復古型的 那以前呢 其实装酱油 只有小木头 那这个是新的村的 他每一个都是用过的 大概80年以上 那 后来京南 他在观光工厂 去模拟 也可以这样 那这个是新做的 这是用过的 所以还是有差异 那这个差异 其实很好玩 以前卖酱油 很多是用一碗两碗来计算 那卖的方式 我开始要慢慢看 开始慢慢去思考 我们刚刚是说到包装 我一直觉得 一个地方 要找出一个有序的包装 还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 设计师用你的设计 他没敢去操作 第二个 回到了以前 看看以前人家怎么做设计 现在一种思考 像新的村的包装 有一个就是建设之光 以前人家给他的这个奖状 他就把它包起来 然后你看到 刚刚那个是我 用心早期的包装 然后呢 这个八角平的 是嘉义黑龙的包装 我说会怎么做成八角 他觉得这比较有这种 反正就是他觉得 跟江振臣的八角哲学没关 他这个队就觉得八角是一个漂亮的 然后也有人用简单的设计一个标签 然后就这样贴 这是宜兰的想念 每个人开始去思考 什么叫肥兰 酱油包装 刚才我看过最 最局突破心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 呃 有趣的 二趣味的 应该是 桥头鹅肉 他把红酒盆 用奶酱酱油 然后标签整个用的跟红酒盆 一模一样 看起来就是一万红酒 就只擦上面没有塞软 就塞了 这个也是万六局 那像小铁板擦 甚至一些餐厅 他会鼓励你自己酿酱油 然后呢 在铁板擦的时候 你要煎个鱼 他就从你一面 好像低一点点下去包 包装这个事情 开始越来越多人的 看重美感 但我发觉还是比较少的 去看重机能性 就是 呃 他到底应不应该过光 他是台湾的生活的一个方式 那设计师们 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把它融入一个设计 来涂显呢 哦 那涂显 你说涂显 有一个问题啊 酱油 你用不是旧 你用不会拿来喝 你是拿来煮菜 你多久一次 才会用一个酱油啊 那就导致于 酱油 我们现在说 这么多的 黑心 或者是食安问题 其实 就 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可以解释嘛 就是要赚钱嘛 利润问题 所以 当时我就觉得 通过到一到一去学 这个 凭橄榄油的时候 对我而言哦 我也常常觉得 橄榄油这个东西 是一个 噢 噢 噢 怎么说 因为呢 当我的老师跟我说 欸 请你尽量哦 这个在台湾 可以橄榄油的时候 我就说 哦好啦 我尽力啊尽力啊 因为内心中 其实有那种 环顾的意思 因为 各位如果怎么用橄榄油 为了健康 对不对 为了单元不保的脂肪 不然大家都这样讲了吧 可是我在这句话 我有时候 很有意见啊 我说 我是营养师 那对我而言 什么是健康的油 新鲜的油 才是健康的油 想请问一下 台湾才 炸油感染吗 没有啊 你拿到油是怎么做 炸的 感染是每年十月至十一月炸的 他 是炸一次 所以你今天很有钱 你可以要求工医过来 在十二月拿到的领导业论 正常而言 你应该是每年的三月或四月 拿到台运过来 那你知道 在海运的末会 他如果没有注意到温控 那温度很高 他里面营养价值也都差不多啦 对不对 然后你跟我说 你注意 肝业如宝和脂肪帅 你很在意健康 听了就很生气 怎么说 好像 表演 有没有进来台湾之前 台湾人都不健康 就对了 然后我们六月的时候 六月有什么 花生嘛 花生油 七八月有什么 芝麻油 十月有什么 苦茶油 你单元不好的脂肪 就要苦茶油 才是苦茶的 然后这件事 然后到二月多 十二月 又是芝麻 对不对 又是花生 你说 你要动物好 二月天气冷的 三个千 七位异常 在体会上有猪油 有鸭油 有鸭油 有鸡油 然后到六月又有很多油 橄榄油 没有进来之前 我们有这么多油啊 连沙拉油都不用 对不对 那为什么好像 橄榄油一进来 接下来 不能把油告诉你 很健康 我倒是要告诉你 很健康 包括嘛 当全都是精炼的 有点都是化学体验出来的 我不是说化学体验不好 但如果你是要健康 你有太多的选择 你为什么要选感 所以那时候 我就对这个事情 很有意见 我就跟老师讲 老师就一脸shock的 看着我说 不会吧 谁在跟你用健康 谈这件事啊 我说 不然你要什么东西谈 他说 Andy啊 你如果照你这样讲 那你们家 最多不会买 两罐以上的橄榄油 不对啊 橄榄油的主菜 不论 Andy啊 你知道 在我们的内心中 一个家庭 如果没有的同时 有四罐橄榄油 他就是一个 没有品味的家庭 不过的话 我讲完还被你羞辱啊 Andy 请你听我讲 橄榄油 我不是这样很想的 首先呢 你手摘 然后八小时没压榨 这个是给谁呢 Andy月父月母的 给你情人的最高等 Andy 如果今天用激情 好像要不要打下来的 吃鸡的 是给谁 Andy同事的 如果今天 是用这样子 对鸡的来挖甘 因为橄榄 你看 有没有 手披 一抵一押 他是果实油 他是种子油 所以压的油就出来 这样子 会不会受伤 对吧 那叫炸出来油是给谁 你不要管 Andy 你说橄榄 感染是用區分嗎? 它是不同的產品方法 最後會影響到酸價 它酸價在0.8以下 我們叫introversion 但是真正的玩家 誰在那裡0.8 通常0.2 0.3 那就是玩家的級 人家說感染在義大利的品種 2007年的時候 有561個品種 你今天可以單一品種的感染 可以混合這種 全物混在一起是最低級 還有最高等級的 有A品種 橄欖油或小B 橄欖油拉威 我們今天一個品油師混出來 本年度我們橄欖油裝的Classic 金鐵管30%的A 70%的B 本年度超越金鐵管50%的A 50%的B 混在一起這味道是會不一樣的 萬一啊 都是炸油的方式啊 你看我用傳統火輪炸 以前是用麻麻 現在當然用機器 或者用油水分裂吧 炸出來品質 也不一樣 那是一位置 但價錢肯定不一樣 嗯 所以Andy 我們在談的啊 應該是談滋味啊 像這個 橄欖油 哇漂亮的辣味 它適合做生菜沙拉 哇這個果香好棒 它應該要淋在這個麵條上面 哦這個 苦苦的拿來炸東西 啊這個用來煎海鮮最好 幾罐了 十罐了 這個 這個豆椒黃豆 還有 後面其實要更勁爆的 比如說 紅豆有沒有 有在獨棟又有家 哦 然後有沒有蟬豆 有 人家的飼料 有沒有這個 米 黃豆加稻米 有加一種骨盛 哦 那 像黑豆 你要說比較亮發 還沒有 玻璃纖維 比較小 但它就可以達到一個亮發 可是還是蠻佔空間的 哦 那你說 為什麼在室內 嗯 這是溫室 它那邊可以保持很多人 哦 所以 你會發覺黑豆通常 不是需要海洋 豆奶通常是不需要 這個菌種有關 那菌種其實就是發酵 發酵 其實呢 我只能為三大類 一個是 黑豆醬油 乾式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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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會講的是什麼 在乾式發酵 一個比較大的特點 是在於 開鋼以後 我們看到是白白的陰沉 的演化 這是哪一個碗 滑下去 滑下去以後 放開那個十分鐘 慢慢的 人家力會到那個 吃出來 這個我們叫做 理論上 現在的菌體油 其實已經有點像是 商標 你都不排名 因為 折上菌體油 應該是原子 我認為啦 可是 就好像是 有一次我在研究梅子 然後我發覺 有一家店叫 梅子博物館 在南投 我就很興奮 跑過去 就發覺那是一家雜貨物 名字叫 梅子博物館 哈哈 也不能說他錯 我跟後來老闆 還變好朋友 那 呃 我認為 應該是這樣子 其實他 因為沒有定義 所以 當心我叫做教 那這樣子 三個 呃 原子博物館 剩下的都丟掉嗎 看你啦 但理論上不會啦 哈哈 理論上沒人這麼幹 就加一些鹽水 然後煮一煮 然後再壓榨出全面 現在全台灣精油 就已經這麼做 但是其實在 蓋子 放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用石灰 封住整個的 鋼頭 好 所以那下面這個 白板 如果你以後去 看醬油場 你看到那個水槓 看下面一種白白 就是做過鋼 石灰的 一些石灰的東西 好 那 要把它封起來 然後的時間到了 再偷偷偷偷打開 然後來看看 欸 做得怎麼樣 這種方法越來越少 才能做 為什麼 因為 你把它封起來 你根本不知道你應該是怎樣 所以就是開湯 第一陣子 你會很害怕 第二個是 濕屍出現 濕屍 濕屍 它在西羅這邊的醬油 都只有濕屍 也就是說 你再把豆菊 和鹽巴加進去的時候 在鋼顶 先放一些顏色 其鹽水的多莫光 就是看你自己 要的味道是什麼 那 你看 開湯以後 它就是 濕的 那乾式跟濕屍的差異在哪裡 很簡單 你加熱水 是不是味道就會比較淡 所以乾式的香氣比較要亮 顏色比較濃 然後味道比較深層 濕屍的相對於乾式 它香氣 顏色和味道會不會簡單 理論上是怎樣 所以說 這個問題是 為什麼現在比較少人要做 第一點 要撕太一刀 第二點 現在有多少人在意豆香味 降格的 降味 如果你不太有花時間去注意 降格的降味 那人家為什麼不用濕屍 沒道理 所以濕屍 有時候你就會打一個 這種 放在中間放一塊 將你淀灌茶片 當前 試試看 發酵保養 試試看 第三種 我稱為 鹽水發酵 鹽水發酵 黑豆的 只有在宜蘭這面 我看過 就是你一樣要小心澆 宜蘭這個地方是一個 鹽水的地方 每年大概只有做一次澆油 大概都在八月 就是天氣最熱的時候 七八月的時候 那他做完的都是曬過以後 然後自然自取 自然自取 自然取以後 大量的鹽水把它淹到幹口 然後早上 下午 各腳一次 或早上腳痛一次 好 那腳完以後 就讓機制 然後淋過 所以他只 營養二十一天 過 反正就是不會超過一個月 然後 然後 煮的 那另外 油水發酵 大量的油水發酵 我看到都是 都蠻強的 這個是 衛魚網 那 有人對於 玻璃纖維這個東西 感到有疑惑 所以會不會玻璃纖維剝弱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健康 當然我們說他後面醬油 還有過濾 但是有人就是不相信過濾技術 到最後出現了 無休看 你看說這個 不不好意思 這個三層斗 我自然第三層 那 瓶科大的醬油 因為他覺得 他也是 用蓋的 所以就知道 他採取的一樣 是鹽水發酵 他不追求所謂的 日附這件事 好 至於看有沒有餐疊價廠牌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在看的時候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剛剛 原料可以區分 發酵可以區分 你說那怎麼做醬油 待會你要怎麼去看 看醬油這件事情 其實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應該第一個先問 醬油的味道 從哪裡原來 我們是不是在做這一個 呃 行程表演 還聽話的時候 我們下午 是要去看豆瓶 有沒有 我們 今年很遺憾的告訴各位 這兩波 我把他拍的真的很慘 齁 那個 很多 那已經不是 有的看 就多笑了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們 黑豆 黑豆主要分 兩大系統 一個是青人 一個是黃人 那如果是台灣的品種 青人是台南3 黃人是台南5 當然你要跟我說台南8 什麼 呃 都有啦 齁 就是我們最主要市面上看到的就是 台南3 台南 第二個 是連8 就是棒子啦 你不會壞掉 第二個是 他被殺掉多數 我們不要的小米軍 我們只要 耐眼 四眼是小米軍 所以 小米軍在這時候 開始承知 小米軍哪裡來的 從氣中就有 所以一開始是取菌 放到 的時候 就有兩種菌出現了 一個小米軍 一個小米軍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慢慢接接 慢慢接接的 然後 加鹽 然後灑進去 然後 風乾 日不熟成 所以呢 我們再重複一下 酵母油 它其實是三種微生物 一個是 蠔菌 一個是 酵母菌 一個是 酸菌 一個是 一個是 酸菌 一個是 加進去的時候 酵母菌先開始作用 然後在作用的過程之中 慢慢PHC 關係改變了 很多酸菌開始作用 這樣造成 所有的酸菌 那 比如說 過敗肉成要做 攪拌這個動作 攪拌帶來氧氣 酵母菌 遇到的氧氣 會怎樣 產生這一次 就會比較多 然後呢 吹光攪拌的力道 很重要 接下來 在燕氧的環境 酵母菌 產生什麼 酒精 好看 吸油肚 所以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 看日本的弄料 有東西去看說 哇 這樣有在唱歌呢 有沒有 晚上 走進降場 這樣 吼吼吼吼吼 就是因為它的二氧化碳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 黑豆我們 比較少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一樣會產生二氧化碳 一樣產生酒精蛋 它量不多 那你說動外降口 為什麼很多 因為有小麥 小麥的澱粉夠高 澱粉夠高 它分解出來的葡萄糖 也容易給效果 大量的反食 大量的作用 這純粹是副總的原因 好 那接下來 慢慢日報熟成 之後呢 我這裡其實我還蠻喜歡 去看這個葡萄糖 沒有發覺水里 以前的里 其實應該是這個小姐 那現在里 以及那里的里 有沒有 所以說 這一個一段 事情都是不斷的變化 我們是百年老店 所以我也從來也不再去刻意去講 但是你可以發現 我們場裡面幾乎都是老剛 老剛呢 水里的里 是這個里 好 剛剛 打開的時候 你們有聞到香味 這個是下剛不準 10月24號下剛的 那你會說 它不是失事發酵嗎 失事發酵底下是不是鹽水啊 那為什麼在上面 看起來是乾的 以為是乾的 我把它 有沒有看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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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上面 豆子比較輕浮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水 所以你不要以為它是乾的 這個是六月份下剛的 六月份下剛的 所以今天才幾天 五天 它也有一點點紅 一點點紅 好 我們知道黑 那個黑豆呢 是有發青素 然後它是呢 我套一句 長官跟我講的 他說 它是紅的發紫 指的發黑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的湯汁 並不是黑的 是紅紅的 琥珀色 弄下去你就會發現 紅紅的 它不是紅豆 它是黑豆 你會發現 這個豆子是紅的 有沒有聞到香氣 聞得到了 各位可以聞到香氣 然後呢 這些都是我們的 台南五號黑豆 目前我們看的這四缸 通通都是台南五號黑豆 可以喔 好 那我剛剛 剛剛我們一直強調 不同的豆種 有不同的風味 好 不同的豆種 香氣不一樣 現在大家都聞到這些香氣 非常的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其他的豆種呢 看看 好 那我把它攪拌下去 一樣的 紅的 你有沒有聞到香氣 嗯 一樣嗎 跟剛剛的不一樣喔 不同的香法 有些人覺得它 因為它是原生種的 野性比較強 你覺得它的香氣 比較特別 好 可是呢 每一種香氣 都有支持者 喜好者 好 我再攪拌一下 後面的人 有沒有聞到 有 一樣的 你會發現 湯汁 是 紅紅的 湖珀色 湯汁 是湖珀色 豆子 是紅紅的 這個時間都還不是很久 好 還沒有很久 大概 五六月的時候下缸的 那當然我們在場裡面 我們都跟大家講 我們的東西不是以幾天為主 不是說幾天幾天 我們是以熟成取出 什麼叫熟成取出 熟成 你要看它香氣足不足 它發酵的如何 然後我們再用不同的 應油比例去調我們家不同的醬油 那甚至呢 用乾式發酵跟濕式發酵去結合 結合出我們家的濃色應油 好 然後不同的豆種 也有不同的風味 所以今天下午 我們的品醬 就會讓各位品嘗到 這些不同的豆種 不同的發酵方式 它釀出來的醬油 好 那這邊我也再攪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乾式發酵跟濕式發酵來講 它有什麼樣子的 在管理上有什麼樣子的探訪 乾式發酵我們是不是 封缸封起來了 剛剛徐仲老師跟我們說的 封起來就看不到了 等到開缸的時候 一開缸狀況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一般來講都還不錯 一般來講95%以上都還不錯 那濕式發酵呢 它的技術比較多 它不同的時候 要有不同的管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用水缸配置圖 我們的師父不可能一天 把200個缸全部翻完 太累了 所以不同的時候 我們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所以水缸配置圖 是我們家非常重要的兩樣東西 我們大概是從民國九十幾年開始 做這個配置圖 以前剛比較少 那以前呢 比較沒有注意這樣做 後來呢我們一直想要做不同的原種 就是說我豆子不一樣 風味不同大家可以感受 甚至呢 我今天早上跟徐共馬先生講 同樣是湯汁 原汁 可是 人生種的 它豆渣向下 台南五號豆渣向下 我一直想不透 我不曉得 我最近才知道這件事 那我不曉得 因為我個人的那個 我說實在的 我沒有投入這個區塊很久 我民國101年 從學校退休以後 才協助我先生 那我先生呢 從小就跟 所以他是我們 永辛醬油的第五代 第五代傳人 那這些年來 他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把公務人員的職務辭掉 回來幫忙這個家業 自己 除了從小跟著父母親做以外 接下來他就自己努力去尊嚴 讓理惡跟食物配合 慢慢的就有他 這三十年來 這麼努力做 然後 依照出他現在 在黑豆醬油的這個區塊裡面 他有他獨到的想法和做法 就像 目前 沒有人用兩口發酵 是去結合醬油一樣的 那現在呢 今天我們也特別讓大家 看一樣很特別的東西 本來我是不想 都出來的 但是今天早上 徐仲老師和我說 他昨天吃了一餐 一個 一個廚師品的餐 那個廚師很特別的料理 徐仲老師說 他的乾式發酵都是沾著沾著吃 那個廚師是拿我的乾式去補肉給他吃 因為他剛好前幾天來我這邊 然後我送給他六品的乾式發酵 所以我今天找不到 我本來要讓各位品原生種的方式發酵 結果我發現一品也不用了 所以我們給大家品的是還滿五號的 好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知道在醬油廠 鹽是很重要的 那鹽呢 在我去參觀一些鹽廠 鹽廠裡面有一種鹽 叫做鹽花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鹽花 那我們來看一下鹽花是怎麼產生的 它是在這個上面 讓它慢慢的凝結 那個水氣 鹽的最上面 讓它慢慢的太陽曝曬之後 就還真的 今天我們有醬味鹽花 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 我也從來沒有想到要把它拿出來 然後呢 今天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有一缸 沒有把它弄掉 然後本來我都會讓各位感受 這上面有一些 剛剛我說有一些鹽在上面 那現在呢 我們讓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的鹽花 好 這是鹽 它結晶了 好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 醬味鹽花 很少 前幾天 我們那個廚師朋友來 好 那我本來是取了 把它的最上層取出來 用了半缸 取半缸的鹽花 得到一點點 等一下我們到 下午平降的時候 我也會給各位看 大概有多少 然後 我就想說 那個朋友就跟我講 請你不要跟徐仲講 我有這個東西 因為我本來就準備 今天讓徐仲幫我帶回去 給一個朋友 好 然後呢 他說你不要告訴徐仲 這個東西好 我就說好 不要告訴他 然後 今天早上又來 徐仲就跟我說 那個 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台灣考試協會的會長 郭偉小姐 他說 郭偉說 鹽花是他的 我不可以跟他拿走 我說你放心 你們兩個一人一小瓶 好 一小瓶 我一缸裡面就取那兩小瓶 很難取 你們可以發現 你看這樣子 然後我還要破賽 你看他的結晶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這個是我們的干涉法項 沒有條過就是說 我們通常醬油呢 原液之後 我們要先熬煮 你要熬煮的話 一定要加水去熬煮 那熬煮之後才能過濾 所以說 他的濃度上就沒有這麼高了 所以這個 鹹度上是滿鹹的 你斟酌一下 不要用太多 好 爭酌一下 那我們一塊豆腐 是要給大家品這麼多 可是如果 你不夠的話 可以再跟我比較多 沒有關係 好 再來我們會品 另外的 有 原生種的 好 原生種的 乾式發酵 還有 濕式發酵 我亂掉 抱歉 好屁啊 抱歉 這個是濕式發酵 純濕式的 還有 濕式為主 乾式為補 在這裡我也順便介紹一下 今天早上一直跟各位講 我們用兩種發酵 去結合 為什麼 我們用兩種發酵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去試這個乾式的味道之後 你會覺得 他的味道 他的香氣是很濃郁的 是很沉的 很沉 然後有些小朋友甚至會說 好臭 好 老人家會覺得 啊 夠香耶 去哪 我炒 很難聞 好 那濕式發酵的香氣 比較清香 比較上發的開來 所以呢 今天早上 徐仲老師也跟我們說了 現在我們西羅阿肯南這邊 都是做濕式發酵的 乾式發酵做的比較少 都是濕式發酵 那濕式發酵最多的是 今天早上 他有抽出來的 鮮河醇 他整間廠都是做乾式 如果你喜歡乾式發酵的話 鮮河醇是最好的選擇 那整個廠都是乾式發酵 那濕式發酵呢 剛剛說了 他的香氣比較清香甜 比較上發的開來 那我們當初的想法 是要調我們的顏色 這麼淡的醬油 很多人會認為 他不是醬油 所以說很多人就說 我想要顏色稍微深一點 尤其來是稍微 感覺上 看起來會比較好吃的感覺 所以說 有很多人就想要 比較深色一點的醬油 那我們又不加焦糖色度 我們又亮不黑 我也不知道我們就是亮不黑 看看這個醬油 這個有貼標籤 看起來比較不準 我們又亮不黑 沒辦法亮那麼黑 所以呢 我們就用乾式來調整 可是 我們又不希望 那種大家不喜歡的味道 影響太多 所以我們的濃色印油 就是 以濕式為主 乾式為主 調出 我們要把濃色的醬油 那意外的就是變成 他的層次感會稍微更多一點 就稍微更多一點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這是原生種的 再來就是 臺南五號也是有剛剛說的 那兩種 好 就是有乾式跟濕式混合的 還有呢 就是純濕式的 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品醬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張單子 可以讓大家寫一下 好 你感覺到的這個東西 好 他剛從義大利曼池大學回來 好 然後呢 他就帶著 帶著大家去品 黑豆醬油 好 先聞聞看 然後 沾沾醬油 好 沾一點醬油 你先把 用你的湯匙 刮一點醬油 刮一點豆腐起來 然後 淋一點醬油下去 那有些人會連豆腐都不要 直接試 好 OK 你可以到那邊裡面 好 這樣子比較 比較方便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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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各位看我這裡一下 你如果這樣子放到鼻子前面就要 那就完蛋了 怎麼說 你後面就不用再聞了 你一個 你如果我們做任何的實驗 你不知道味道是怎樣 用手 好 這樣 如果 好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味道太淡 好 那很簡單 輕輕的優雅的 從鼻子前面 刮過去 好 這樣就好了 不要這樣子停著 因為 你要知道你有無緩 所以你不要讓他干擾 那你怎麼碰亂跑光快 醬油 通常我們不看顏色 通常我不看 原因有兩個 一個你要黑 我就加上色素 就解決 對不對 第二個 我的發酵在外面日度 控制到一定程度 才有一點黑 那黑莫不黑跟香氣 跟味道有沒有絕對關係 沒有 所以我們相信什麼 然後接下來 你拿起一個沾一下 吸的時候 麻煩各位注意這個動作 你要注意兩點 第一個是肝入口的味道 第二個是分下去 不要講話 感覺後韻 通常鮮肝是在後韻 鹹甜是在前面 所以你像品酒 你就沾一下 然後做一個搓飲的動作 好 這個是要把那個 醬油 隨著口水塗在後臂 好 這樣塗過去 然後就不要講話 去感覺 鹹甜 乾 鹹 那你就根據你的喜好 寫下來就好 我們這種品嘗法 叫虧寡式品嘗法 如果我們今天很認認真真 要來說哪一個好哪一個外 那首先你要先找出一個標準字 哪一個做標準 所以有些老闆娘可能 如果我請他選一個標準字 你要用哪一罐那樣標準 對 你認為這個東西就是最完美 這個我從來沒有說哪一個 好沒關係 沒有關係 就你 就我 好 那我拉 我拉 我來好不好 假設我就是我個人最喜歡 乾式發酵 台南乳 澳 好 這一支就叫標準 每個人先試這一支 好 你記住了 這個香氣 這個鹹乾度 它就是標準 接下來 你如果試了 這個滿洲的 絲式的 欸 你覺得 它的味道 稍微淡了一點 那就是 扣分 好 負一分 負二分 如果你試了一個 哇 這個實在味道 濃了不行 就正一分 正兩分 用這樣子來做一個標準 所以 品評有很多方式 但今天我們當然是 黑皮啊 我們當然是簡單的 一個K粉式的 為什麼 李小姐剛剛講的 非常的清楚 醬油這種東西 一大一的二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有的醬油 你要去想 今天的豆腐 今天給你的豆腐是什麼 這種是豆味比較淡的 它是中華豆腐這種任豆腐 水分很多 你看百刀水就一直出來 對不對 如果是板豆腐 它的豆味就會濃一點 對不對 所以在理論上 嫩豆腐跟板豆腐 如果你要黑白一點 你要沾醬油 它應該是不一樣的醬油 就像是我們今天說 剩餘片鮪魚 是味道很重 味道很重的 你來沾黑豆醬油 理論上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水大 白帶魚 很細緻 你來沾黑豆 你就會味道會強調 你又覺得你沾豆麥 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 你自己下去對味道的判斷 味道的打美 看你真主喔 上一個讓你印象深刻的黑豆醬油 看你今天品嘗最喜歡它的差異在哪裡 你說我不知道 那請你努力去回想 好 那如果拉回來 第三個我們把問題改一下 就醬油就好 不要黑豆醬油 你上一次碰過讓你印象最深刻 或你家裡最常見的 印象最深刻跟家裡最常見的醬油 跟你今天試到了 有什麼不一樣 好第三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希望你們去思考 味道這件事 因為麻煩你 好不好 你能不能講一下 你最喜歡的孩子嗎 坐下就好 沒有關係 我最喜歡 私事發酵原生種的 原生種的私事發酵 你會聯想到你回家你要做什麼菜 就選於清晨的 是要讓你一買 可是你只能放 你的櫃子可以放下私肢 你會捨棄哪一隻 那就捨棄私事發酵的產品 欸 這也蠻好玩的 因為我想說你選私事應該是喜歡私事系列的 我覺得那隻的香氣 比較沒有其他的那種就是香味會過敏 他兩隻的時間一樣嗎 一樣招的時間一樣嗎 都一樣 所以豆腐還是有差 靠節酷 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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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的運味 對對對 然後其實原藝很好 但是原藝會在鮮度有點高 正常而言你也買不到淋藝 而且用那個來做菜的呢 我通常會說你一定你家的你的物頭的錢 是用藝來當蛋會來計算的 你了解 所以你不喜歡太鮮的 有一點風味的 然後風味是明確 因為簡體的話 它算是 風味算是非常明確的意思 嗯 所以 它跟這個就完全不一樣的形 好 好 謝謝你 你的冰箱打開來看一下 不是看哪一個牌子啦 看哪一個牌子那沒有挑戰性 是把它打開 看一下它的食品標示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幫我一個忙 好 幫我一個忙 好 幫我一個忙 你上面一定有很多你看不懂的字 譬如說 比如說 5%秒飄零酸 麻煩你把它Google 進電腦去瞭解的是什麼 好 每一個人麻煩幫我這個忙 為什麼 因為我要說一句話 實話 放鮮味劑甜味劑是沒有錯的 它是合法 今天只要法律 繼續說那是合法 那就沒有錯 但是我們有時候是很害怕 說 哇 加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就很害怕 你就不要去碰 但其實如果 你們大家認為 日本是一個很文明的國家 它的東西都是好 去日本買醬油 我跟你保證 多數都是加 可是話說回來 加不是不好 但 如果不加這一些 它是什麼味道 或者更正確的講 如果我們今天很努力在推發酵 推風土這一件事情 那我們發酵的功力 我們今天說用麴菌 酵母菌 乳酸菌 把它維生物控制到這麼良好 有了這麼患的味道 然後我後面還要去加 那代表什麼 這是一個選擇 究竟你覺得素顏的美比較好 還是去整形後比較好 我不能告訴你哪一個比較好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喜歡怎樣的選擇 我喜歡沒有添加的選擇 因為我是做這一塊研究的 好 好 好 來 你說 做有的不是 來 還有咧 來 還有咧 團散 來 沒有錯 來 做團散 做便當的逛逛工廠 那為了兩萬兩萬的製程 那我們一天跟中午呢 大概可以 我們目前供應幾餐 幾個便當 一天一個中午 大家覺得呢 多少 一百 一萬三千塊 沒有 本來 一萬三千塊 好像沒有出來 對 好 那這個 我們的便當 如果呢 我們除了有團散 便當加起來是一萬三之外 如果把這個便當疊起來 我們今年大概可以疊了 三百五十四座 一零一大五那麼多 我們的餐量這樣子 好 既然在這邊 觀光工廠 除了要看我們做之外 我們還要帶一些小知識回家 好 先考考你們 在你們家呢 你們都幾塊這樣把它切成 來 一塊的幾首 一塊 兩塊 一塊 一塊 兩塊的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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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塊什麼分的 乾的跟濕的 乾的跟濕的 生食 生食跟熟食 沒有錯 這是標準的 家裡至少要貝貝兩塊 生的跟熟的 上次有個阿姨多可愛 我說我用一塊而已 我用一塊而已 我用一塊而已 我用一塊 切生的 這樣的人會怎麼樣 交叉 有染 會屬種族 所以基本上家裡要兩塊 來 剛剛示範的概念 你怎麼分的 生 熟 然後水果 水果 還有肉 肉 就是生肉 生菜 生肉 生菜 熟食又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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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專業級的 好不好 沒有錯 我們的工程也是一樣 我們除了分 生的跟熟的之外 我們生的裡面 分成 切蔬菜 切肉餅 切魚類 我們都把它分開 那我再考考一個 那水果是熟的 還是熟的 你說熟的 你為什麼覺得它是熟的 不用煮 對 其實它因為不用煮 就可以吃了 所以它是熟食 第二是良材 我們叫良材 好的 食材 好 再考考你們 最近很多黑心商品事件 好 地溝有這個什麼油 太簡單了 不要講 還有什麼 我們舉三個例子 黑什麼 那個地溝有那個 不要講 油太簡單了 還有咧 麵粉 麵粉 發什麼事情 毒麵粉 對 應該是毒澱粉 毒澱粉 毒澱粉 吃了吸菌 丁二酸 還有咧 沒有錯 什麼東西 小雞雞吃了 長不大 就是塑化劑 取代洗淋劑 還有咧 再舉一個例子 因為這個其實跟我們 都息息相關 大家再猜一個 還有什麼 真的那麼少嗎 還蠻多新聞 還蠻多新聞的咧 三聚氫胺 什麼 毒奶粉 沒有錯 三聚氫胺 來 或是這個 豆芽菜漂白劑 豆干染色劑 包括之前的醬油 也有放一些 人工調味劑 人工染色劑 把它 對 都是 所以其實這個都跟我們 其實相關 所以我們家 第二樑是良材 好的食材 第三樑是良辰 好的製成 我們剛才看到的 是我們一個好的生產製成 第三個就是改良 所以我們這個研發是 怎麼把平凡的食材 比如小朋友不喜歡吃茄子 怎麼把它變得好吃 這才是真正我們希望用益 再來是真心用心和愛心 所以我們董事長做很多工藝 就是怎麼樣 這個吃的 說這麼多無效 你很實在 要做事情 這個才有辦法成就 所以我們公司就是 適量三心意識在 再來呢 我們卡洛利亞 這四個是跟我們後裏 後裏有很大的相關 我們後裏有三寶 我們來猜猜看 後裏有三個特產 哪三個 稻米 後裏沒有說稻米 還有咧 不是人參雕皮烏拉草 稻米還有咧 稻米還有咧 醬油 不是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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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一個是稻米 跟我們做便當是洗衣相關 因為便當的靈魂是什麼 就是那個動盪 是豬肉 不是醬油 不是醬油 很好吃喔 第二個是藍花 我們這邊有全台灣的藍花園區 是全台灣產量最多的 那卡洛利亞的本身就是一種 藍花的名字 叫做卡洛利亞藍 那這種藍花的蝴蝶藍不一樣 它在外面風吹日燒雨 你打會不會死掉 不會 就像我們的企業精神 就是我們要非常有任性 可以永續經營 但是呢 你要照顧它 開出一種很漂亮的卡洛利亞藍 其實很難的 你要很細心用心的照顧 花期很短 就像我們的便當街 丟不到吃完 等你剛才是用心照顧 愛喔 也要做用心照顧 再來我們這邊 有一個愛的故事 為什麼 這是我們老闆跟老闆娘 第三個字 跟你們講 芭樂 所以你們在路邊跟老闆娘說 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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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是我們公司 我們老闆他們在這邊 早期的車 他們就是騎這台韋詩牌 那個年代 為什麼我說 比較愛的故事館 他們是失分的 那個他們就一六十歲 還是那邊 剛剛就是那兩位 騎著這台韋詩牌 下午四點四十五分 去談了地方法院公正結論 為什麼家長反對 想你也知道 男生比較怎麼樣 沒錢 女生比較怎麼樣 有錢 齁 所以呢 他就趕在他們結婚 他們兩個呢 非常的心潮 在談戀愛的時候 究竟怎麼樣 白熟 起家 一起去開了大利店 好 來 第一個 我們開放給十五歲以下 小朋友 來 那個黑色的是什麼 黑色打鼻的這一隻 我們開放給十五歲以下 什麼東西 烤刀 不是 沒有錯 來 花魚嶺的厲害 來 第二個 來 這個是什麼 開放給二十歲以下的 二十歲以下 二十歲以下 唉唷 早說來 沒問題 來 這叫拼擠 以前那是鍋子的 拼擠 最後呢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一些 人生日來到良心故事館 除了看我們的生產製程 還要帶一些小知識回家 還要帶一些小知識回家 好 來 小朋友我們都往後帶一面 好 阿姨靠心講 來 我們今天要吃幾蔬果 五蔬果 好 今天要吃五蔬果 再來我們吃東西的原則 叫做3D2高的原則 來 高蛋白 高纖維 高纖維 沒有錯 高纖維 還有另外一個呢 高鞋壓高鞋子 不是 不然呢 來 提示你們一下 台灣人普遍缺什麼 缺錢 缺錢 對啦 缺鈣 對啦 缺鈣 所以呢 來我們複習一下 哪兩個 哪三個D 低糖 低油 哪兩個高 高鮮 高鈣 那高鈣不是因為我們一直推鈣片 我們要從天然的食物中攝取 才是真正好的 好來 再來我們吃東西呢 要尽量選擇 當季 當令 當地 好來 OK 現在有沒有芒果 最近有沒有芒果 沒有 沒有芒果 那如果呢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當季的呢 第一個最新鮮 再來怎麼樣 最好吃 又怎麼樣 便宜 便宜 那如果這個季節呢 我們沒有芒果 一定要吃芒果 我們就會買到 可能之前農夫保留下來的芒果 來喔 這個芒果怎麼讓它放很久 冷凍 來第一個 它外面可能要塗一些防腐劑啊 第二 需要冷凍 或冷藏 那是不是就會增加地球的什麼東西 碳 排放量 沒有錯 因為這個冰箱需要消耗能源 那為什麼要吃當地的呢 來 喜不喜歡吃華盛頓的櫻桃 你騙人 我命中的喜歡吃 有沒有喜歡吃富士山的蘋果 還不錯 有沒有喜歡吃紐西亞的奇異果 也還不錯 好 來 可是這些水果呢 台灣有沒有很多水果 有 可是你看這些水果呢 要飄洋過海的做飛機 或做船 沒有說運送 運送就會增加什麼東西 沒有錯 碳排放量 我這個妹妹好棒 就會增加碳排放量 最後呢 所以呢 我們要盡量選擇我們當地的 當令的 好 再來 我們要少加工 來 白飯跟麵包吃哪一個 白飯 為什麼 你看白飯很簡單 把稻米都煮成飯了 但是你看如果做麵包呢 要先種麥 再把麥變成麵粉 麵粉再加工成什麼 麵包 所以就有一成一成的加工 那這些呢 都會增加我們能源 都會增加地球的碳排放量 當然不會要求你們都不要吃或幹嘛 只是說 我們在選擇上面來講 可以掃包裝 掃壓工 好 再來呢 每天有沒有看那邊 要吃很多顏色的蔬菜水果 好 好 那最後我們就往裡面 各位今天的參觀 那也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關於量造醬油的問題 你可以上 那個永新的 永新醬油的臉書或網頁 關於其他食材問題 你可以上從產地到餐桌 那是我的粉絲團 那如果對於這一次 您如果滿意這次的活動 那是到關於局的網頁 是不是 台南美食節 台南美食節網站 去給個加油 好 謝謝各位 謝謝